所以从来没有什么平凡的行业一说 只有平凡的态度 平凡的人生 只要你的态度摆正了 积极进取 勤家练习 你看似平常的工作 也会变得多姿多彩 比如说下面这一句 我经常会关注咖啡师拉花的过程 平常都是看完以后 舍不得喝 会觉得很好看 很感慨 但是刚才的这个拉花的作品 看完之后 心中满是感动 那接下来马上来连线这位 值得被膜拜的咖啡师 听听他是怎么理解生活超能力的 梁凡你好 小林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 我特别崇拜咖啡师这个职业 而且这也是我见过 最感人的一个拉花作品了 是怎么想到做这样一个主题的 其实呢 每个咖啡拉花图案的设计 敏感都来源于生活 这次之所以做这个主题 也是为了向一线的 医务工作者们致敬 其实在我眼中啊 咖啡师本身就不是一个 平凡的职业 而且再加上刚才这个作品 我觉得你真的是具有生活超能力 你对生活超能力这个词 这种提法有什么样的理解 我觉得生活超能力并不是在一个技能上面 做到精益求精 但是当你学会技能一个技能之后 一定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并且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用上 但是当你学会这个技能之后 它一定会对你有所帮助 这也是目前深处困境的人所需要的 好的 谢谢你的分享 感谢你的连线 再见 谢谢小林老师 再见